袁秀才 在你的面子上 才同意借田过水的 你到底帮我们问了没有 再说 我家里还有生命的老母 等着我伺候呢 你也不能亏了我们不是 对不对 你得给我们补偿啊 大家听我说 大家听我说 我已经不止一次 向县官大人提过此事了 他至今银子没有报下来 我也很着急啊 请大家相信我 我是站在百姓这一边的呀 县官如果不把钱给你们 我也是不会答应的呀 乡亲们先静一静 先听我说句话 大家请先回去 工程不能停啊 这工程 是要靠大家的力量 才能做好的 我们今天做这个工程 不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吗 我们做这个工程 也是造福后代的好事啊 所以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的 我谢谢大家了 请大家伙先回去吧 好 我们大家再相信你一回 如果三天后 我们还拿不到工钱 我们就实在干不下去了 走吧 你来做什么 是不是阿连让你来的 我是关心你过来看看你 难道不行吗 怎么不巧 让你看到这个难堪的局面 你下一步怎么办 我现在去衙门 找县官把乡亲们的银子套回来 他们不在县 他们现在都在春户楼呢 春户楼 他们在那干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 林二看见的 他们正在春户楼花天酒地呢 他们现在已经花掉三百两银子了 什么 百姓的银子他们不给 却有钱在酒楼里面大吃大喝 你知道了吧 他们是存心让你替他们担当罪责 他们实际上是想利用这个工厂 把冠营装进他们自己的口袋里面 你知道吗 我真糊涂啊 这么容易相信他们 道姐 你陪我到春户楼去 替百姓讨回血汗前去 走 走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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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都被你们逼得揭不开锅了 你们却拿了治和的款项 在这里肆意挥霍 大胆 你们两心何在 你下犯上竟敢污蔑朝廷命官 远华 老爷有心提拔你才让你管这个工程的 你不要不识抬举忘了自己姓什么 我 他当然知道自己姓什么 反正不姓他 你个黄毛丫头 滚到一边去 远华 你说我们挥霍官银 你有何证据 我还说你贪污百姓的工钱 就是 工程是你提书干的 看来你早有预谋啊 你们不要羞口被人 你们这是肆意诬陷 不诬陷不诬陷 衙门里去说 来人 来 带走 走 把这个人给我押到衙门去 你们干什么 走 你们干什么 走 你们先干什么 放开他 放开他 走 快站住 追来 你们站住 简直是丧尽天凉 不行 我们找他帮平礼去 凌儿 你先定一定 我们回去找玉玄师上了一下 再做计较吧 走 走 什么 皇儿被抓走了